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维斯利·西米纳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西米纳访华的有总统夫人 外交部部长 资源和发展部部长等 军乐团奏一中两国国歌 名礼炮二十一响 中央外事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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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米娜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西米娜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西米娜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密建交35周年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友好合作互利共赢 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 中方支持秘方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振兴经济和改善民生 中方愿同秘方一道 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新起点 保持各层级交流对话 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 推动中密关系迈上新台阶 双方要坚守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定位 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合作基调 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合作 密切文化 卫生 教育 地方等人文交流 欢迎更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青年来华深造 中国地方送医上岛 送系下海等项目 深受密联邦民众欢迎 双方可以开展更多类似项目 中方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内 向密方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援助 开展能力建设培训 加强在联合国、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边框架内协调配合 共同践行多边主义 维护公道正义 习近平指出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 深厚的人民友谊 共同的发展需要 中方发展同岛国关系 是南南合作框架内的互帮互助 既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 中方主张 各国在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时 应该坚持岛国自主 坚持发展为先 坚持开放包容 岛国有权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有权同所有发展伙伴开展友好合作 中方愿继续为岛国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开展三方或多方合作 西米纳表示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中国建交以来 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不干涉内政等基本原则 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 涉港 涉疆 涉藏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对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太平洋岛国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保贵帮助 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农业、渔业、经贸、投资、旅游、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合作 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密方将继续积极促进岛国同中国合作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农业、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发展合作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将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联合声明 当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西米纳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4月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习近平请拉夫罗夫向普京总统转达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俄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 造福了两国和两国人民 也为国际公平正义 支持俄方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 愿同俄方密切双边沟通 加强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战略协作 展现更多担当、以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的精神 团结全球南方国家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有力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拉夫罗夫转达普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为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提供了重要机遇 俄方深感钦佩 俄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针是全面巩固提升对华关系 普京总统顺利当选连任 保证了俄中关系的连续性 俄中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超越了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 显示了强大韧性 俄方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加强双边和多边协作 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 加强团结合作 为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做出贡献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猎鹰突击队是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 2014年4月 习近平亲自向这支部队授齐 并做出重要指示 10年来 该部队牢记统帅嘱托 忠诚与职尽责 出色完成反恐维稳 连演连训 重大活动安保等一系列任务 在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中 获得20多项冠军 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单位 先后有7人次 获得全国全军表彰 10人次 容力一等功 17人次 容力二等功 近日 猎鹰突击队全体队员 给习主席写信 汇报部队建设和遂行任务情况 表达当好反恐拳头 坚决履行使命的信念和决心